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个字 足 朱熹的通建纲目原话照抄 刘友毅的纲目书法总结通建纲目潜词造句的规矩 推断申不汉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 为韩国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天 交代一点后话 申不汉死后继任的总理名叫张开帝 他就是汉国开国名臣张良的祖父 张良的父亲张平继续在韩国做总理 这两位总理一共侍奉过韩国五代国君 所谓武士相罕 后来张良反秦 初衷就是为韩国复仇 因为自己的家庭和韩国是牢牢绑定的 国仇就是家恨 进入下一年 周建王三十三年 资质通建一共记载了两件事 第一 宋国的太丘社消失了 第二 孟子来见魏惠王了 这两件事既可以说波澜不惊 也可以说惊天动地 这下我们从第一件事谈起 先看看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宋国的太丘社消失了 原文说的是宋太丘社王 说的是在语言不详 一个王子也不知道到底说的是 死了 没了 跑了 还是什么别的意思 太丘社是个什么东西 司马光也不解释 宋太丘社王到底又意味着什么 凭什么值得在资质通建里留下一笔 司马光同样没有抢 这个呢 也不能全怪司马光 因为这件事对于宋朝人而言 无足轻重 但在秦朝人和汉朝人眼里 实在意义非凡 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字 什么是社 这个社是社会的社 我们不妨追问一下 那什么是社会呢 在古书里边早就有了社会这个词 但含义和今天完全不同 指的是和社有关的集会 也许还记得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 有一篇鲁迅的短篇 社戏 其中呢 有这样几句话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 却在到赵庄去看戏 赵庄是离平桥村无礼的较大的村庄 平桥村太小 自己演不起戏 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 算作合作的 当时我并不想到 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 现在想 那或者是春赛 是社系了 这段话里 第一个关键词是年年 哎 年年都要演戏 第二个关键词是春赛 春天的赛会 热热闹闹的 但是 虽然春赛就是社系 社系 却并不就是春赛 因为在这一年当中 社系要把春秋两季 称为春社和秋社 为春社和秋社筹办的集会 就讲社会 近代日本中文里的社会 对于英文单词 society 这才有了我们现代社会里的社会 这本溯源的话 中国古人为什么要办社会呢 很简单 这是一个宗教意识 要对社进行祭拜 社的本意是土地神 对于农业国家来讲 土地实在太重要了 堪称立国之本 必须隆重祭祀 祈求土地神的保佑 今天我们听到土地神 通常呢 都会想到西游记里的土地爷 他们位于神仙普系里的垫底位置 经常被孙悟空和各种妖怪欺负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在一些农村地区 看到土地庙 庙里 供着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 老两口的形象呢 狠接地气 这个太接地气呢 就欠缺威严 以至于人们通常不太拿他们当回事 土地庙的规模和牌场远不如佛寺和道观 但是 你也许想不到 土地神曾经是中国地位最高的神 享受着级别最高的祭祀 道理不难理解 对于农业国来讲 还有比土地更重要的吗 有了土地才能播种五谷 五谷呢 也有相应的神 叫祭 摄和祭的组合 你一定熟悉 摄祭 再填上国家两个字 就是国家摄祭 原先的摄和祭都没有人物形象 但人们祭拜的话 总需要有一个祭拜的对象 祭拜的对象叫做神主 主人的主 此人的牌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神主 牌位呢 通常都是木制品 所以叫木主 土地神呢 也有自己的神主 叫做摄主 或者直接就叫摄 摄到底要用什么木材 似乎很有讲究 论语里边有一段 谁都看不懂的话 说的是鲁爱公 向孔子的学生 宰鱼询问摄的用材 宰鱼回答说 夏朝用松木 商朝用摆木 周朝用利木 周朝用利木的含义 是让老百姓站立 这里的站立呢 有可能不是发抖恐惧的意思 而是提高警惕的意思 然后孔子说话了 原话是 成事不说 碎事不见 既往不究 也不知道孔子的话和宰鱼的话 是怎么和尚拍的 历代学者各有各的猜测 幸好对于我们当下的问题而言 宰鱼的话还是给出了很明确的线索 并且我们还可以推知的是 以鲁国这样一个最讲究周理的诸侯国 鲁埃公以国君之尊 竟然搞不清摄主的用料问题 看来当时的土地神的地位 已经走了一大段的下坡路了 为什么木料会有不同 汉朝学者给出一个合理猜测 说建国的根据地不同 土地情况就不同 适宜生长的树木也就不同 大家各用各自土地上最适宜生长的树木来做摄主 天子有天子的摄 诸侯有诸侯的摄 各乡各异也都有自己的摄 绝大多数的摄或者叫做摄主摄树 很可能就是当地一棵最显眼的大树 摄 摄主摄树 这三个概念广义上说都是等价的 狭义上说摄主所在的那一片地方 祭祀摄神所举行的活动都可以叫摄 至于摄主既可以指摄树 也可以指摄树的同类木材做成的可以移动的小型牌位 大家如果需要约个时间商量什么事的话 最方便的地标就是当地的摄树 所以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些词 诸如社团 社区 结社 公社 保社 合作社等等 都源于摄的这层含义 表示一群人因为某个目的聚在一起 庄子有一篇很著名的故事 说一个很厉害的木工师傅看到一棵立摄树 所谓立摄树 立是品种 摄是功能 树木的品种是立树 被当地人当成摄树 这棵树壮观的不像话 树荫可以周避几千头牛 所以引来好多人没关 但木匠看都不看一眼 继续赶路 弟子们问道 自从我们跟您学艺 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木料 您怎么不以为然呢 木匠答道 这棵树 土有其表而已 木料做啥啥不行 所以它才能火这么久 长这么大 庄子拿这个预言来解说 无用之用的哲学 但细节可以告诉我们 被当成摄的树 一来要大 要行 二来不能砍伐 只能供着 古代的摄 用来代表摄神的 不一定都是大树 或者木制品 也有石头 有些文件记载 商朝会用石头代表摄神 这话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 1965年江苏 同山秋湾发掘出了一处商朝末年祭祀社主的遗址 中心地带是四块大石头 周围是二十架人骨架 两个人头骨 十二具狗骨架 人骨架的姿势是俯身屈膝 双手反绑 能看出这些人基本上是被石头砸死的 此后就地掩埋 尸骨一共挖出两层 可见在这里先后搞过两次祭祀 所有的人和狗 头部都对着中心的大石头 这四块大石头就是射筑 杀人献祭 属于最高规格的祭祀 上书有一篇《甘事》 顾名思义 是在一个叫甘的地方发布的战前动员演说 发表演说的人是大狱的儿子 当然这篇文字不可能真是夏朝的作品 而是周朝人根据远古传说所作的代笔 重要的是在演说的最后 夏期有这样两句话 用命赏于祖 服用命 入于赦 意思是说啊 服从号令 奋勇杀敌的人将会在祖庙寿场 不服从命令的人将会在赦前受罚 这至少可以体现周朝人的观念 可见射还可以是一个惩罚罪人的所在 那么问题来了 从管理学的意义上看 如果等仗打完 回到大后方再搞相应的赏罚 显然赏罚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尤其在军队这种环境里 不但兵贵神速 赏罚也贵神速 前面讲过司马法 里边有这样一句 赏罚不于时 欲使民肃见善恶之极也 赏合法都不能拖着弯 否则激励作用就会打打折扣 但是假如赏罚脱离组合社 效率虽然高了 但权威性就差了 有没有两全其美之道呢